迷你官方真的是太大方了 这不才开那个盲盒 就又给娟娟寄了一套新的 这一套是小马宝妮系列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总共的话应该是有九个 九个当中必有隐藏款 必有皮肤 这样的概念娟娟非常的喜欢 很多小玩们质疑说 这不是官方给我寄的 是我自己买的做开箱 你觉得我的盲顶会这么多吗 而且你要想一想 这套盲盒刚刚上线 娟娟就能获得 你说我在哪里去买的呢 肯定是官方给我寄的 对不对 粉紫色的包装十分的少女心 我们拆开看一下 这次包装袋上面还有粉色的格子 这小细节做的真不错 这云宝手办终于皮肤不是黑黑的了 在迷你世界里面 它让皮肤黑的感觉像非洲大名似的 这个手办好看 而且它的头发是彩虹色 做的栩栩如生 安装上这个透明底座 就没有那么容易倒下去了 柔柔女孩的无辜眼神在看下哪里呢 这小裙子可真是绿的发光 绿的发绿呀 对不对 绿的发光就行了 第三个是苹果加尔 这次的身份卡都是这么的粉粉嫩嫩 看她手上还拿着一个大苹果 而且她的帽子 还有她的鞋 都是丝绒的 摸起来非常有冬天的感觉 珍奇女孩的头发好飘逸呀 是我喜欢的紫色 蹭蹭蹭的发亮了 而且她这个小背包我也有点喜欢 月亮公主就更亮了 我的天哪 等等 她不是发亮 她是闪闪发光诶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啊 她这个头发 还有她的周身都有一种非常小的那种细闪 哎呀我这摄像头拍不出来 真的是好气哦 你们拿到食物就可以感受到了 银银公主也太可爱了吧 粉子粉子的 这配色真的是绝绝子 独特的小黄罐 胸前有一颗宝石 背后也有一颗宝石 果然公主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样了 连这身份卡都闪闪发光 我的天哪 果然隐藏款 与众不妥 那肯定粉丝们要问了 为什么娟娟出的隐藏款这么冷静 因为首先这个皮肤我已经拥有了 同时我个人觉得这个宇宙公主 有一丢丢的胖 哎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哈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 B群女孩从头发粉到了脚 这必须留给大猫你们说是不是呢 她头上这个发菇好可爱呀 我也想买 请问你们谁知道在哪里买吗 紫月女孩真的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随时随地拿着一本书呢 好了这次的忙和开箱就到此结束了 宝子们最喜欢哪一个手办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圈圈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给菌菌多多点赞哦